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出现下面五个身体讯号 说明你的肝脏藏毒太深了 需要给你的肝脏洗一洗澡了 讯号一 突然间变得容易过敏 如果你之前不是过敏体质 而最近一段时间发现自己突然变得爱过敏了 比如身上羊 并且抓一下就出现一条紫红色印记 这个时候 很有可能是你的肝脏藏毒太多了 肝脏会产生抵御过敏源的抗体 但是当肝脏有毒素 开始罢工时 身体对于一些过敏源的抵抗能力就会减弱 当太多的阻碍较长的一段时间积聚在身体内 就会有过敏症状 如臊痒 讯号二 顽固性搓疮 如果肝脏藏毒 导致肺武不能及时排除体外而滞留在体内 那么就会造成激素失衡 内分泌失掉 从而导致面板问题 如磋疮 而这种肝脏藏毒造成的磋疮 通过简单的外部清洁是去不掉的 讯号三 粉刺增多 人体内黄体荷尔蒙起着促进分泌皮脂的作用 而肝脏则能破坏黄体荷尔蒙 调整荷尔蒙平衡 因此肝脏功能降低会使皮脂分泌增多 最终导致粉刺丛生 讯号四 口干 口苦 口臭 如果你早上起床 会感觉口干 口苦 口臭 那么是因为肝气不通畅 预致引起的 恶致的毒素在体内积累 往往会让呼吸中都带有美味和臭味 这个时候说明肝脏藏毒较深 需要排毒了 讯号五 出汗过多 脾胃过重 我们的肝脏就像一台计算机 当它们超负荷的时候 也会发热 直行迟缓 因为肝脏是我们身体中很大的一个器官 它很容易把热量传递给身体的其他部分 于是我们的身体就会试图通过过度出汗来冷却自己 并且会导致体味过重 肝洗疏恶欲 想要拥有一个健康的肝脏 最简单的排毒方法就是保持精神上的愉悦 不要暴怒和抑郁 维持肝脏正常的输泄功能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祝大家一天平安 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ambém可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độcitsu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